各位亲爱的家人 全世界的兄弟姐妹们 大家好 我们继续来探讨 人生很奥妙的哲学 现在只是借用 《道德经》这一章 后面我们要引申出 很奥妙的人生妙数学 《道德经》73章这里 逞凶斗狠找妖者 我们来看一下 《道德经》第73章 逞凶斗狠找妖者 勇于敢则杀 勇于不敢则活 此两者或利或害 天之所悟 赎之其故 是以圣人游难之 这里讲的就是 大自然的运转法则 如果人类 人呈现 勇于敢则杀 勇于不敢则活 这个很奥妙 后面有白话解释 天之道 不争而善胜 不言而善应 不照而自来 产然而善谋 天网恢恢 疏而不失 这是73章 这一章所讲的 那个逞凶斗狠找妖者 我们来看白话解释 第73章 白话解释 凡是勇于果敢争强好胜 称胸斗狠的人 容易赶着杀神之祸 不得正命而死 凡是勇于放下自我 不与人争强斗狠 而能展现谦虚 柔软 处下 利他的人 反而能活出幸福快乐的人生 活出生命的神圣 这里逐渐在颠覆我们一般人的 那种增强好胜的观念心态 希望大家要好好学习 因为一般的观念都是 你要成为强者 你打架要打赢别人 你打输别人 你怎么还有免练回来 一般都是这样告诉你 你要成为强者 要增强斗胜 要赢别人 但是老子很清楚地告诉我们 如果你越是这种增强斗胜的心态 你的人生到后面你是灾祸 祸患不断 如果你能够学到柔软 学到柔的智慧 不与人增强斗胜 你反而后面会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的人生 人生才会真正的成功 人生的成功幸福 那不是斗出来 不是争出来 而是怎么样学会为人处事 怎么样学会与大家和谐相处 怎么样学会关心 行善积德 同样是勇敢 一是招来灾祸 一是获得利益 此种极奥妙的宇宙因果律 很少人能参透 其中奥妙 不是用五加二等于七 五减二等于三的逻辑观 所能理解 圣人仍觉宇宙因果律 实在太奥妙了 成兄斗狠 争强好胜 怕吃亏的人 反一招来灾祸 这里含义很深 后面我们会有一些解释 谦虚 柔软 乐于奉献付出的人 反而人生大丰收 人生妙数学 五加二等于三 五减二等于七 五减五等于无限 圣人由难参透此种奥妙 道所呈现的大自然的规律 道不会与万物争 但一切万有 无一能赢过道 天之道没什么言说 但诚心正义求之 有求必应 这里有提到 谦虚柔软 乐于奉献付出的人 反而他的人生后面会大丰收 如果你处处要跟被人争 计较 心量狭窄 像这样 你的人生之路就会越走越窄 到后面孤零零 没人理你 孤单老人 真的大家不要逞一时之快 然后总是要去跟被人争抢什么 要学到智慧 好好地经营我们的人生 好好经营家庭 而这一种 要得到真正的幸福快乐 真的需要我们学到高等的文化 高等的心灵 道所呈现的大自然的规律 道不会与万物争 但一切万物 无一能赢过道 以其不争 故天下莫能与之争 希望大家能够学到这些智慧 天之道没有什么言说 但诚心正义求知 有求必应 天之道如同太阳 不必召唤 自然送来光明与能量 大自然看起来很迟缓 没什么作为 但却能成就一切 宇宙的运转法则 宇宙的因果率 如同一张极广大的天网 孔目也很大 看起来好像不存在 但一切万有 任何星系 无不以天之道的运转法则而行 所以道德经所讲的 都是在叙述宇宙的真理 宇宙的运转法则 生命的实相 里面处处都充满非常高的智慧 来我们来看这一段 这家别墅全家遇害 三层 全家七个人 包括保姆 全遇害 我们研究半天 为什么遇害 其实事实上 这个家庭已经资产 就资不抵债 他们是开煤矿的 现在已经亏损 家里已经欠了一屁股债 然后已经没多少钱 可是全家遇害 你知道因为什么 就因为你们家是一个别墅 是孤单单的一个别墅 那路过的抢道 抢道 抢匪 他选什么样的目标呢 就因为这家一定有钱 所以我后来就跟这个孩子讲 我说 如果大家都是穷人 你开宝马回去 你觉得你能活得很久吗 所以我们要帮助孩子 去认识这个社会 我们为什么老说 要帮助弱者 帮助穷人 因为大家没有意识到 当你贫富的 距离拉大以后 富人是不安全的 只有所有人快乐 这个社会才是平安的 因此 我们在教育孩子 谢谢 我们在教育孩子 包括我们一些 持家的理念当中 都是这样 不要追求大富大贵 你要追求踏踏实实的 有情感的一种 有生活质量的一种生活 那么这个过程你都可以跟孩子去聊 这里就在告诉我们 如果你在那里 炫富 炫你的高贵 好了 你越炫耀 要知道 你就会招来 很多你想象不到的祸患 有的人 他有钱 就是怕别人不知道他有钱 戴着一个什么戒指 就经常要炫耀 戴着一个手表 就经常要秀一下 让你看 然后什么穿金带银 总是好像要炫耀 他很富有 但是像我一看这个 我就觉得 那是你内心空虚 你为什么要把自己 装 附加很多的装饰品上去 如果以我的话 你看我连个手表 我都不想戴 什么项链 什么 我觉得那些都是身外之物 越少越好 越少越轻松 人要返璞归真 你才会越轻松自在 还有 像有些女孩子 长得漂亮 就要 嚼 炫耀 结果就容易形成 你在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招来很多的后患 灾祸 所以为什么说 红颜 多薄命 那就是在 你不知不觉的情况之下 你就是在炫耀炫耀 好了 要知道 你那种炫富炫耀的心态 就会招来 所谓的嫉妒 还有别人虎视眈眈 要吞噬掉 像这一家 之前 有不少钱 但是因为经营企业 不是很理想 所以逐渐亏损了 但是 别人 不是这样去 看你的账户 而是看到 你这个外表 这个是豪华的 很气派的 豪宅 别墅 所以别人看到这个外表 这样的话 就会认为 你住在里面的人 一定有钱的 结果 强匪就 闯进 把全家都杀光 炫富炫耀 那个就会招来 嫉妒 你不要也想说 我这样炫耀 然后好像很多的 美光灯都会投向你 要知道灾祸 也会跟着来 所以人真的要 懂得要低调 来我们来看 人生妙数学 这个是我在写 《道德经妙节》 白话解释的过程 陆陆续续心得 然后把它用出来 但这个含义很深 希望大家 好好地深入去体会 因为一般人 都会觉得 你要证明什么给我看 什么柔软处下 有什么好处 什么谦虚 有什么好处 无为有什么好处 无我 无我有什么好处 这些观念 跟一般人的 生命运作的方向 价值观 是180度相反 所以一般人不太容易理解 不得已 就要想一些办法 然后多做一些 深入浅出的解释 让大家清楚了解 为什么老子 希望我们要学到 柔软处下 要学到无为 学到不争 那个绝对不是消极悲观 都是很高的智慧 来 我现在用大家 所能够了解的 数学的简单的算法 但是它含义却很深 组合起来之后 含义却很深 学术化的数学 也就是机械化的那种逻辑观 一般是1加1等2 5加2等于7 这是还不用上到小学 大家就知道了 大家都很清楚 学术化的数学 5加2等于3 对啊 就是这样 5加5等于0 对啊 就是这样 但是要知道 这是没有生命的逻辑观 没有生命的 学术化的数学观 真正真实的世界 不是这样 小我自认为的世界 也就是一般人的逻辑观 5这代表好像现在的你 如果好 我又增到更多 我又赚到更多 抢到更多资源 那我就得到更多 5加2等于7 如果别人把我拿走了 拿走的部分 那这个就是亏损 什么奉献付出 那个付出 我的财产就减损 怎么可以布施 怎么可以奉献付出 不行 因为5加2 这样等于3 我财产就少了 我要凝聚更多 一般人 小我认为的世界 5加5等于0 你叫我什么 用生命来奉献服务回馈 叫我什么 无条件 无所求去做 那这样 我全部 那我就 都情家荡产了 我什么都没有了 5加5等于0 所以 再怎么说 我都不能 无我无私 好了 这是一般人 所理解的这个世界 这是地球上 人类的运作模式 普遍认识的世界 但是 我们要学习到 更高等的文化 更高等的智慧 奥妙的人生 真实的人生数学 要知道 1加1不等于2 但是我先要 说明一下 考试归考试 考试该怎么作答 你要在教科书里面 照老师所教的去作答 真实人生 这是一回事 如果你不懂得变化的话 你考试会不及格 你不要怪我 考试归考试 但是你拿着考试说 我在学校我得第一名 我是大学毕业 我硕士毕业 博士毕业 我怎么样 我学问很高 我学历很高 你用着你这些知识 要来得到炫耀 说你的学问高 你是什么 白富美 高大帅 你以为说这样 你就可以幸福美满 会吗 一加一加一不等于二 真实的人生 一加一不等于二 一夫一妻 一男一女 结婚之后 并不等于二 它会变化 一只公的老鼠 一只公的老鼠 跟一只母的老鼠 在一起 他们没多久 就 所以要知道 真实人生 它是变化的 它不是固定的 一加一不等于二 为什么呢 来我们来看 人生的妙数学 这是奥妙的地方 五加二等于三 五减二等于七 所以一般人 他是没办法理解的 这个胡言乱语 怎么会这样 五减五 怎么等于无限呢 不可能 后面我把这个奥妙 把它解开来 说实在的 这些内容 如果说诺贝尔的评审委员 他们读懂这里面的奥妙的话 这些是可以得到诺贝尔奖的 可是那些评审委员 他们未必能读懂 他们就说这个没什么 这个太简单了 这个没什么 但是你这个是胡扯 好我们来看 真实实相的世界 是这样 这里我把它归纳在这里 都把它集中在这里 我们现在再把它拆开来看 一项一项拆开来看 真理实相的世界 真实人生 来我们来看 那个分母跟分子 上面的代表道 代表大自然 代表道代表大自然 上面的数目字 21 你不用管它数目多少 不用管它3721 不用管什么 上面就是代表大自然 我写这个上去 也只是一个代表 它是代表大自然 代表整个大世界 代表道 好 下面这个分母 是代表你我他 我们这个小我 小我越厉害 抓取抢夺越多 这个就是加 5加2 你抓越多 所以表面上看起来 我好像得到越多 但是后面 运算出来的结果 你的人生 运算到后面的结果 怎么样 是越少的 你越会计较 越会增强 越是这样 逞胸斗痕 或是强势 好 你的人生 到后面 你所得的是 越少的 这个要好好去体会 我是用这样的数学 公式 这样的变化 让大家去体会 你表面上看起来 好像我是强者 我都是到哪里 我都不能吃亏 别人都怕我 别人争不赢我 我想要的 没有得不到的 你越是这种强势 好 要知道 你的人生 到后面 你得到就越少 你在家中也是一样 你越是展现那种强势 强者 有的 有的真的像女强人 然后在家中 就是要发号施令 要老公乖乖听他的 要小孩子乖乖听他的 好了 你越强势 到后面 这个家庭 能幸福吗 不会幸福的 你越想抓住老公 你的爱人 会离你越远 后面你就唱那首歌 爱人在天边 他离你越远 你越想抓住小孩子 你越想掌控他 小孩子就离你越远 你越强势 你后面所得的就越少 这个大家要回来 看看我们身边的左邻右舍 亲戚朋友 是不是这样的情况 然后再看看 自己的父母亲 然后再看看 我们的亲戚朋友 如实回来看 然后不要只看片面 你要去看到 他后面的后果是怎么样 当小我 他渐渐淡化 懂得柔软 懂得感恩 懂得回馈 懂得奉献付出 这个五简二 就是这个简 就是奉献付出 我们懂得施舍 勿施奉献付出 为他人着想 你越淡化自我 你越懂得奉献付出 结果你的生命怎么样 所得就越多 所得就反而越多 这个就是妙数学 人生妙哲学 这个不是那种 一般逻辑观所能够理解到的 一般逻辑就是 五加五等于十 你加越多 那你越富有 你赶快拼命去赚钱 赶快充斥 用生命去赚钱 你赚到更多 你就可以比赢别人 但是你不知道 你钱赚的越多 事实上是你的生命 被钱赚走 你是损失更多 你不知道 所以这个我们要了解 原来我们懂得奉献付出 懂得与人为善 既以为人 己欲有 既以与人 己欲多 这个就是人生妙哲学 所以要懂得这种道理 原来是这样 你才不会 总是要跟人家计较 勾心斗脚 然后要贪便宜 你真正参透之后 你这些心态就会大大调整 你的生命品质 也会跟过去不一样 再来我们再看 五解五等于零 来 小我消融 来到无我无私奉献付出 这个五解五 代表我 前面那个五 就是代表这个小我 解五 也就是说 他把他的生命奉献付出 完全的奉献付出 这个就是来到 无我无私 为人民服务 无我无私 来行善机的 你真正无我无私 你所做 才是真正在利益天下 长生 没有私心 但是要完全做到 无我无私不容易 是练习的这样去做 这个一个过程 要先来到超人格层次 后面才能够真正进入到 无我 这是一个过程 但是我们要讲到 就是如果真正来到 无我无私的情况 那你把生命全部都奉献出来 你把生命都奉献给国家 奉献给社会 奉献给人类 好 像这样的人 你看 因为他没有私心 没有名利心 所以他不会虚伪 不会勾心斗角 不会尔虞我诈 不会去伤害别人 他生命看起来是零 但是他的生命 人生运作到后面 他的结果成果是怎么样 是无限 是无限 孔子把他的生命奉献出来 周有列果 在那样战乱的情况之下 他是周有列果 然后要把大道广传 希望平民百姓 也都能够受教育 有交无类 所以当他这样去做 你看 伟人圣贤的品德流露出来 那个不是争出来的 孔子做到 灵无我无私 所以千百年来 后代的子子孙孙 大家都敬佩他 老子也是一样 无我无私 在当时他就为国家奉献付出 也把他的智慧 流露出来 然后他的所作所为 不是在为他自己 他还把大道广传 让世人能够明了 宇宙的运转法则 好了 当他们这样的奉献付出 你看老子的高等智慧 因为他没有名利心 没有私心 所以他能够把宇宙的大道理 真理实相 他能够把它红传开来 世人 从中受益 所以只要有人类的存在 孔子老子他们的生命就不会消失 来到所谓的与天地同在 与日月同灰 那个不是争出来的 是真正做到 无我无私 生命成为零的时候 小我成为零的时候 你看 后面就是无限大 这个含义很深 希望每个人真的要用生命去体会 你才能够体会到这里面的高等智慧 妙智慧 妙哲学 后面这里再把它做一个对比 上半的就是代表 这个小我他是无限大 很厉害 无限大分之一 来 我们来看 小我自我很厉害 无限大 无限大上面大自然 看起来你这个小我很厉害 但是你的人生 阻染打水 一场空 这个无限大分之一等于零 这个大家有学过数学就知道了 但是这里面的奥妙智慧 你能不能体会到 这里面这个含义很深的 跟道德经可以做很好的结合 然后让大家具体的去体会 你真的能够体会到的话 你就不会在那里 总是要让自己成为强盛强者 自己都要争抢第一 比赢别人 把别人踩踏下去 在家中总是要 我说的算 总是要别人听自己的 好了 你越强势 你后面得到就越少 阻染打水一场空 如果你能够真正的 经过超人格层次的这个练习 然后真正能够来到无我无私 你看生命成为无限大 就是能够把生命与日月同灰 与天地共存 这个是很重要的人生妙哲学 我希望大家你们来这里学习 要学到真正高等的智慧 不是只是学一些知识之鉴 不是学一些术 学到智慧 然后应用出来 你参透里面的奥妙智慧 你活用出来的话 你终生都受益 这个不是催眠 不是宗教信仰 这个是宇宙真理 这是生命实相 宇宙的运转法则 来一起诵读一遍 好 起 好 去参入 好 去体会 好 今天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OK 好 去参入 河会山川 地球是 与文明的 摇篮 呼应云朵白 仰望蓝千蓝 人类的母亲 名叫大自然 你是一株草 蔓延的生气 带给我们 万春景清醒的空气 你是一朵花 绽放的奇迹 一万年轮回着 芬芳的四季 我们属于你 你是大自然 雕像鱼儿属于水 鸟儿属于天 百属于大草原 我们属于云 你是大自然 九神风吹浮森林 云润的蒙天 共存共生才有 和谐的家园 大草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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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天 非天 都是大草原 可爱